Y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我现在身处在一间轮胎店 很漂亮的一间 算轮胎厂啦 那我其实是来找我的朋友的 我朋友在这里卖 Stairring 然后我就心想 不如就顺便帮我的车做这个 Alignment 因为我觉得最近驾到感觉有点怪怪的啦 结果 检查了过后才发现原来是我的轮胎的这个里面已经是刺边了 而且已经是磨损到蛮严重的啦 所以 4 条轮胎都需要更换 所以我就决定 既然要换轮胎不如我就做一个 Vlog 和大家分享一下 跟换轮胎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好了 走吧 OK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的轮胎了 其实它里面已经是完全磨到没有花了 而且甚至还有一点裂痕了 所以一方面是因为我有做特别的Toe Setting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次轮胎的情况出现啦 在这里我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看一下这个轮胎的状况 来决定你是不是需要更换轮胎的 首先这来是看着花纹 其实这个花纹呢 它是这边是有这个 Indicator 的 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花纹磨到和这个 Indicator 齐平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时候换轮胎了 这个轮胎已经是不能用了 但是好像你看我的 Case 其实我的轮胎 花纹还很深 然后 Indicator 还在很里面 但是还是必须要更换 主要是因为它一方面它除了赤花以外 它的这个开面其实已经是变质了 所以轮胎一般上啦 通常是可以使用三到五年平均来讲 只不过有时候也是要看你的驾驶情况 好像我是比较激烈驾驶的 包括这个轮胎我其实是拿来下TRACK 4的 去使用下TRACK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胶质 它的这个橡胶的成本已经是稍微变化了 已经开始裂了 所以这个轮胎真的是必须更换了 我相信不少人在来轮胎店做轮胎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 那就是店家会跟你讲 诶老板 你的这个Cabonard 要换成我们这个Adjustable的 不知道我做不到setting 有不少人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坑人的 其实不能完全这么说 因为这个Adjustable Cabonard 它也是有它的用处的 只不过你有没有需要用到它的这个用处啊 这个就是问题了 因为这个Adjustable Cabonard 那其实是给那些Cabonard 它们可能需要更好的操控 更精准的这个过弯表现的时候 它就要透过这个Adjustable 的这个擒脚 也就是Camper 开大一点 来给它更加的平稳过弯 So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这个Adjustable的Camper了 那如果你只是普通这样子开 一般来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原厂的这个Camper setting 其实已经是相当的漂亮了 除非 可能你发生过 accident 走位了 又或者是你可能撞过很糟糕的这个大通 又或者是特殊的情况 可能有些车它原本的这个行脚 真的是setting不够美的话 就需要更换这个 Adjustable 的Campernard 那有一些车款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好像我的车其实是没有Campernard的 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选择这个轮胎了 其实很多人在看轮胎的时候 都是看 Brand 比如品牌 这一方面我是觉得 虽然说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虽然Michelin 是主打全方位 但是很贵啦 然后continental 主打宁静 都有运动化等等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一些品牌 是自己的不同的定位的这个产品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应该看的是你自己的这个 用车的需求你的用途 就好像我本身呢 其实是我对这个抓地力 还有排水性的这些不要讲究 所以很明显我应该选择这个性能截胎 除了性能截胎以外 其实也是有这个强调舒服的舒适胎 还有节能 省油的这个节能胎等等 再搞清楚这一些你要的是什么以后呢 你才开始去看 这个你要的这个类型的轮胎 有什么品牌有处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方式 所以我到最后选择了什么轮胎呢 Michelin 的 PS4 那其实我换过四台车 我都没有用过这个肥仔胎 那这一次刚好这个老板呢 就给我一个很漂亮的价钱 所以我就决定试一试好了 好啦那顺便看一下我这个轮胎的出产日期 4220 说是20年的第42个礼拜 还蛮新的一条轮胎 那讲到这个呢 其实哦 很多人都有一个迷思啦 轮胎是不是越新越好 其实这一方面呢 是有点相反的 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个轮胎放久了 所谓的库存胎啦 比较没有这样好 但是其实不软 因为这个轮胎它其实不像食物这样 它不是比三国人 它不会放久了 过后它会变质啊 可能不新鲜 还是甚至是过期等等 没有哦 相反的 反而你选择太新的轮胎啊 因为它的这个胶质 比较不稳定的关系 它可能反而 比较没有那么耐磨 所以其实最稳定的这个轮胎是 它出厂过后 半年至一年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胶质 是最漂亮的时候 它的这个磨损度方面 其实是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库存胎 也就是放了几年 可能两三年过后 因为市场上其实这些轮胎 都卖的很便宜 大家就觉得可能这样子的轮胎 不大好 其实也没有 因为其实这个轮胎 就像我刚才讲 它是不会坏的 只要你存烫妥当的话呢 它就算放到一个十年啊 它可能才稍微degrade了一点 所以 一个两三年这样的轮胎来讲 其实是用起来是差不多 当然 外面的环境 因为我们这里也是 天气 还有这个气候的关系啦 所以可能在这个 这个磨损度方面 它会稍微 稍微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但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呢 其实和全新的轮胎 是差不多的 OK 那选择了 你要的这个model 过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这个尺寸呢 尺寸方面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啊 最好是跟着这个原装 给的这个尺寸 因为其实原装 已经是经过各方面的考量了 它的这个size 绝对是最全方位 最全面性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 你来到这个轮胎店 这个老板会跟你讲 诶 我这个没有size哦 不然你换这个另外一个size 可能185 换去195 或者是可能厚度是50 换去55 等等的 它会推荐你这个size 可能是刚好它店里有这个货 又或者是你要的这个size 它没有货 还是比较难找 也有可能是它推荐你的这个 它的这个profit 方面会比较高 很难讲啦 但也不完全是坏的 也有可能刚好这个尺寸 真的是比较适合你的车 真的是比较好用 又或者是 可能你的原装的这个尺寸 比较贵 然后它就推荐你这个比较便宜的 这个比较通用的尺寸 种种种种的原因都有 所以这一方面呢 我是建议你 至少要了解你自己的车一点啦 就 你知道你的这个轮胎 如果加大加宽的话 会怎样 然后会有什么后果等等的 基础的这个knowledge 是要有的 然后你才来轮胎店 这样至少 你心里面会有一把尺可以去衡量 到底你要不要加宽啊 加大啊 之类的 这方面真的是要知道你自己做什么啦 好像我的车本身就已经是升级了 18寸的轮圈 本来是16寸 已经是加大2寸了啦 它虽然说这个稳定性方面是更加好 可是它也是有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好像是我的这个 方向怀的手感其实是比较重要 然后起步的时候也是比较重要 这些真的是 你在换之前 你在升级加大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的东西 啊 师傅现在正在帮我的车做这个 四轮矫正alignment 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很重要 就真的是要交给专业的店家去处理 不然你换再好的轮胎 没有好的这个alignment 也是突然 好的这个alignment 和balancing setting 不只能够延长你的轮胎的使用寿命 它还能带来更好的驾驶感 所以同时 在这个安全性方面 其实它多少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是挺重要的 OK 所以我的车终于是好了啦 然后其实它们也是要收工了 但是就在等我而已 OK 所以今天 希望今天的这个Vlog 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换轮胎方面的 知识想要分享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啦 我们接下来会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这个内容 我是小鸣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